另外在松山区借寿里的岩寿一号公园 今年则是获得市政府基优邻里公园的特优奖 里长和志工们都非常开心 表示会再接再厉继续维护公园的美丽景观 借寿里的岩寿一号公园位在复兴北路165项里面 公园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在志工的细心照顾之下 公园里环境整洁舒适 植栽层次分明 因此获得今年市政府举办的基优邻里公园特优奖 我们旁边的配置 我们的花 草 寿木 都是花 颜色 或是说这个层次 你会觉得说非常的好看 而且两边都是有桂花 你走进来就有桂花的香味 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园长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志工姓钟太太 她每天早上大概就是六点半就开始来了 就开始整理 修剪 再来浇水 让我们的这个社区非常的好 而且她的严厉 这个机势非常的好 颜寿一号公园获得这项殊荣 最大的功劳就是志工钟太太 四年来一点一滴的呵护这些花花草草 并且发挥创意 把植栽修剪成不同造型 令人赏心悦目 我就是女儿都是我的生日就买蛋糕跟花给我 那我就是想说我来设计蛋糕这样子 这样做出来这样子 对很漂亮这样子 有人从这边经过就说看到我们的公园很漂亮 就是说哎忍不住了 跑进来看一下这样子拍个照 不是就进来看一下说 哎呦这个公园好舒服这样子很快乐这样子很 钟太太说这些花草就像照顾自己的小孩一样 看到他们长得健康美丽 心情自然也会跟着开心起来 很高兴能够获得肯定将会继续维护公园 也欢迎大家多来严寿一号公园修水运动 中家台北新闻许超雄采访报导